一座座古城越近百年沧桑千秋往事 一道道城门回想战马斯明英雄凯歌 他见证金汤铁固一黄盛世灿烂文明 他诉说往来圣贤春秋大义世代传承 国宝档案带您穿越时空 古都探秘 在中国北京的天安门西侧有一座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的前身其实是北京中轴线旁的一座 非常重要的建筑设计坛 设计坛与天安门东侧的太庙一左一右对称排列 体现了古代都城左左右设的设计原则 那么设计坛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古代帝王在设计坛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 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去设计坛看一看 设计坛是一座三层汉白玉方坛 符合中国古代天安园地方的思想 设计坛上覆盖五色土 这些土取自全国不同地方 代表着天子的威严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关于五色土的来源 明代洪武年间曾有过专门规定 直立河南进黄土 浙江 福建 广东 广西进赤土 江西 湖广 陕西进白土 山东进青土 北平进黑土 后来稍有变化 但也取自中国的东 南 西 北 中各个方位 从各地取来的五色土 按照金 木 水 火 土五行排列 形成东青土 南赤土 西白土 北黑土 中黄土的格局 设计坛中央这个上瑞下方的石柱 也有讲究 它被称为设主石 代表着江山永固 那么 这座代表国土与江山的祭坛 到底祭祀哪方神仙呢 传说 摄神名叫沟龙 是神农士第十一世孙 能辨别土壤 他曾任土政官 后来人们遵他为厚土 并视他为掌管土地的神 祭神名为契 传说 他的母亲在郊游时 踩了地面上一个大脚印 而生下他 后来 契被丢弃于野外 喝牛羊乳汁长大 幸运地存活下来 契精通农耕 并教他人如何种植五谷 最终被奉为掌管谷物的神 土地和五谷意味着强大的国力 所以在中国古代 立国先立社稷 社稷以此逐渐演变为国家或政权的代称 社稷坛的设立从周代开始就有了 历朝历代的皇帝在都城中建造设计坛 并把设计坛祭祀列为与天地宗庙并列的大祀 皇帝必须亲自出席 郑重对待 但是明朝有一位皇帝 却想把这个露天的祭坛封上 把他放到屋子里 他是谁呢 明洪五元年 也就是公元1368年的一天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 快步走在位于今天南京的皇宫玉道上 他的龙袍全部湿透 贴在身上很难受 心烦气躁的朱元璋朝太监吼道 传中书省的人来 朕要狠狠罚他们 中书省是明朝的最高行政机构 中书省的官员究竟哪里惹着皇帝了呢 原来和当天的祭祀有关 那天天不亮 朱元璋乘坐龙年出了皇宫 他穿戴整齐 出五门向右转来到社祭坛 社祭坛祭祀的过程要经历迎神 上祭品 奏乐 献舞 跪拜 献诀 送神等十多道程序 礼仪相当繁琐 需要两到三个时辰 这幅庸正地祭仙农坛图清晰展示了清代皇帝 在北京仙农坛祭祀的礼仪和牌场 而社祭坛在都城的坛庙中 朱元璋乘 朱元璋耐着性子祭祀完毕 可心里早已憋了一肚子火 他越想越生气 堂堂天子怎么能如此狼狈呢 于是祭祀刚一结束 他就要找大臣发火了 中书省官员一听皇帝发怒 赶紧跑去叩头谢罪 朱元璋训斥道 今天的祭祀把朕弄得这么狼狈 成何体统 你们速去商议一下 在设计坛上盖个房子吧 中书省的人面面相去 设计坛从周代就有了 这两千年来都是露天祭祀 这回皇上要改规矩 这可怎么是好 后来中书省把汉林院的人 召来一起讨论 这时汉林学士陶安站了出来 陶安博学多彩 又是皇帝倚重的一位人物 他引用礼记说道 天子大赦 必受双路风雨 以达天地之气也 是故丧国之设乌之 不守天阳也 也就是说 皇帝祭祀设计神必须经受风霜雨露的洗礼 只有亡国之君没有办法才把祭坛建在屋子里 陶安这么说 大家都无法反驳 而朱元璋最终也只都放弃了在设计坛上建房子的想法 一座座古城 越近百年沧桑 天秋往事 一道道城门 回响战马思鸣 英雄凯歌 国宝档案 带您穿越时空 古都 坦密 江山设计 需要经受风雨 才能得到和守住 朱元璋明白了这个道理 自然不会再想在设计坛上盖房子了 那么 以后祭祀的时候 再遇到风雨怎么办 难道皇帝要继续狼狈下去吗 朱元璋召集大臣们想了半天 最终决定在设计坛北面建一座拜殿 天气不好的时候 皇帝就在拜殿里远远地祭拜 那么 为什么拜殿要建在北面呢 原来 中国古人认为 天属阳地属阴 祭祀属阳的 要坐南朝北祭拜 祭祀属阴的 要坐北朝南 摄神和祭神属阴 那么拜殿建在祭坛的北面 也就在秦礼之中了 朱元璋所建的拜殿 位于当时的都城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如今 那里的设计坛与拜殿已经荡然无存 中山公园的设计坛 是唯一现存的 祭祀设计神的国家祭坛 那么这座设计坛是谁建的呢 这还与六百年前的那次迁都有关 公元1399年 朱棣发起静难之意 矛头直指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朱允文 这场战争历时四年 以朱允文的失败而告终 公元1402年 朱棣在今天的南京登基 成为永乐皇帝 明皇宫里的朱棣一直在积极谋划 想把都城迁往自己原来的藩地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于是北京城的建设 从此拉开一个新的序幕 朱棣建造的北京城 以元大都为基础 严格遵循周理规定的 左左右设面朝后市的都城格局 元代史 摄祭坛位于平泽门 也就是今天的复城门附近 虽说也在皇宫的西方 但距离较远 明代 太庙和摄祭坛被安排在 承天门左右两侧 承天门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门 布局更加紧凑 也便于皇帝前往祭祀 明清两代 摄祭坛是皇家境地 二十多位皇帝如走马登班 每年农历二月和八月 来这里轮番上演着自己对江山与设计的重视 时光仍然 到了二十世纪 摄祭坛又迎来了一位新的改造者 巧合的是 他也姓朱 朱起前 人称贵老 民国时期 他主持改造了北京城不少地方 为北京做出了很大贡献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京城笼罩在日本铁蹄之下 为了保护古都的建筑 朱起前发起了系统测绘中轴线古建筑的行动 为古都北京留下一笔珍贵遗产 这部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级 就是当年成果的展现 而设计坛也赫然在列 说起设计坛 朱起前投入的经历更多 一九一三年 为了将这座皇家祭坛改造成公园 朱起前上下奔走 积极筹款 最后连段祺瑞 徐世昌 张勋等人都捐了款 建筑初起 朱起前每天跑去监督 还将办公地点取名一溪斋 以宋代理学大家珠希的 一溪尚存不容烧泄字面 难能可贵的是 设计坛的改造和建设只限于外坛 内坛的格局基本没变 拜殿 挤门 神厨 神库 载生亭 退生亭等建筑 都完整地保存下来 从而留给世人一座完整的国家级设计坛 值得一提的是 设计坛的正门并不在今天的长安街上 明清时期 正门位于东侧 南 西 北 不设门 位于东北方向的雀佑门 是皇帝走的门 皇帝从雀佑门进入 通过几门进入拜殿 准备祭祀 王公大臣则从设左门进入 设计阶门是设计坛的正式大阶门 但是一般不开 只有圣仗归来举行宪府礼的时候才会开启 1914年10月10日 设计坛改造的公园向社会开放 取名中央公园 这是北京第一座公园 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 后来孙中山去世后 遗体停放于这里的拜殿 中央公园因此改名中山公园 拜殿也改为中山堂 每年许多人来到中山堂 纪念这位民主革命的先驱 昔日皇家禁地 终于走入寻常百姓生活中 这里的主人也从皇帝换成了老百姓 明代嘉靖皇帝执政时 宫中一百多位大臣被打了板子 这件事的起因是什么 嘉靖帝在位时耿耿于怀的一件新事是什么 国宝档案带你看密古都北京 讲述皇家太庙背后的一段君臣恩怨